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們晚安 感謝您準時收看1400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立刻來看一下現在惡物最新的一個情勢 現在包含了美國要再提供300架的 這個神風特工隊的無人機 所以呢現在這個拜登是不斷的加碼 是不是打算把這個戰情持續拉高 因為畢竟他已經喊出來 這叫做種族滅絕了 那我們就先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前空軍副司令張炎廷 蔡軒好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蔡軒 各位下午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立刻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種族滅絕的大論戰 包含了這個昨天拜登一講完之後 種族滅絕 然後再加碼8億元的美元來軍援 甚至還提供出這個榴彈炮 直升機跟重火器 所以這相關來說的話 感覺上面是符合他這個種族滅絕的論調 所以他此話一出之後 馬上這個澤倫斯基也立刻呼應 就說他是非常有高度 這是全球級的一個領袖 就是不斷的讚瞎這個拜登 同時他昨天也在他的Facebook上面 也錄了一段影片 要跟這個全世界要持續來援助他烏克蘭武器 來跟大家伸出這個 希望大家能夠伸出援手來幫助烏克蘭 我們先來聽一下 好 所以顯然這個澤倫斯基跟拜登站隊 他們已經是定調了這場戰爭 勢必要繼續 因為種族滅絕 一口同聲 那同樣正在這一隊的還有誰呢 包含了英國的強生 他也是同樣喊出種族滅絕 並且加碼一英鎊 提供殺傷性的一個軍援 另外這個加拿大的杜魯多 他也是說這個將種族滅絕 一點錯都沒有 還有包含了波羅的海的三小國 還有波蘭這幾個總理 元首也都一起在昨天的時候 來訪問基佛 就講說普京就是恐怖主義 所以這一隊是站在這一邊 但是另一隊呢 另一隊包含了誰呢 看起來已經有兩個國家 好像不想繼續玩了 包含了法國跟德國 他們對於這樣子喊出 種族滅絕的講法 都不以為然 他們是沒有認同這樣的說法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法國的馬克宏 他就說種族滅絕 這個詞要小心使用 因為烏俄是兄弟 他們其實是同源的 就是同一個種族 你不能講說是種族滅絕 那德國的肖茲 他說我也不會學拜登 說種族滅絕 那當然他另一方面 也有一點生氣 因為他們的這個 德國的總統說 要防烏克蘭被拒絕 那烏克蘭的講法是說 我們歡迎的是蕭茲 我們並不歡迎這個總統 因為總統好像 之前比較親俄 所以我們不邀請他 原本那個總統說要去 所以也讓這個德國 覺得很沒面子 現在看起來 好像這個烏克蘭 跟德國之間 就產生了一些嫌隙 那對此這樣子 各國 這個歐洲各國 開始有出現 對於種族滅絕 不同的論調的時候 其實克林姆林宮 對於這個的回應 他們是說 這可以看得出來 在華府非常的虛偽 而中國方面的講法是說 種族滅絕這樣的講法 其實是在火上加油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包含了這個歐洲國家 或者是中俄 對於這個種族滅絕 大家都各自表態 可是還有一個人的表態很關鍵 他是誰呢 是譚德塞 譚德塞難道要怒槓拜登了嗎 因為他是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很生氣 他是說 難道你不能夠分一點 對於這個烏克蘭的關注 給我們伊索比亞 葉門 或是阿富汗 敘利亞這些危機嗎 難道我們的黑人的人權 不能夠這麼的重視 你們只重視白人人權嗎 事實上拜登是怎麼樣子的人 就有人翻出來1995年的時候 拜登當時也在美國議會 他有講到歐洲 而且把歐洲扁得非常的低 我們先來聽一下 但是歐洲不可以永遠 好 一個人價值觀 可能是根深蒂固的 能夠在這個20多年前 將近30年前 講出這一番話 是不是也代表說 現在的拜登可能打從心底 仍舊是瞧不起歐洲 仍舊是覺得說歐洲不靠譜 所以才會讓他 現在面對到這邊的問題的時候 好像都有一點居高臨下 在觀望這一件事情 也讓譚德塞有點看不下去 我們先問楊老師 我們現在稍微要冷靜一點來看 什麼叫做種族滅絕 話不可以隨便亂講 種族滅絕其實是有一個 國際的條約的 1948年種族滅絕公約 那個叫Genocide Convention 184個國家簽署通過 那個最主要當然就針對 二次大戰期間 納粹的集中營的 猶太人的大屠殺 後來當然 紐倫堡 軍事法庭 東京 軍事法庭 後來在這樣子的一個這種認識 這種大型的戰爭會造成一個 種族的這樣子的滅絕 屠殺到這些種族清洗 一定比例的 把這個種族的人口給抹滅 這個叫Genocide 種族滅絕 有公約的 所以在國際法上 在國際條約上是有認證的標準的 後來到了就是 冷戰的時候 當然沒有人在講這個東西了 因為美蘇兩個人都在對抗 但是到了就是剛才拜登那個影片 1995什麼事情 就是南斯拉夫瓦解之後 針對科索沃 針對科羅埃西亞 針對現在的塞爾維亞 這樣子的攻擊 然後有時候有一些村莊被屠殺 那個時候他就說種族滅絕 可是那個時候的克里頓說 我們不能介入 結果後來媒體不斷的播的時候 在1998年他介入 連續轟炸78天 把南斯拉夫大概 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給炸死了 不管你老人小孩婦女 然後為什麼現在是南斯拉夫 對於美國一直很反感 後來盧安達的在非洲的事件 以及在緬甸的羅興亞的 這個種族 那舉例而言 在龐培奧那個時候說 中國新疆是種族滅絕 連美國的國務院的 法律顧問室都反對 你不可以這麼講 結果現在又來了 對不對 陳口舌之爭 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打戰爭到現在已經幾天了 超過50天了 對不對 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公佈 這到目前為止 從2月24號 烏克蘭死多少人 1800個人 1800個人跟他整個人口4000萬 比起來叫種族滅絕 不要誤會 每個人生命都很可貴 都不應該因為戰爭而死亡 但是種族滅絕是有一個認定的 那我不瞭解這些央國的薩克遜 你看他那個時候跟的就是說 龐培奧到拜登說 從新疆現在到烏克蘭說 種族滅絕 但是證據呢 對不對 馬國王就很清楚 這個話不可以隨便亂講 陳口舌之爭有什麼意義呢 那這個蕭之爺說 這個不能夠隨便這樣認定的 是不是 我們在這邊 台灣的媒體還會跟得認定嗎 你告訴我 烏克蘭4000萬人死了1800人 我講這個話 其實我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不應該因為戰爭死亡 剛剛講過一遍 但是這不叫種族滅絕 國際上有一個認定的標準 不可以隨便這樣子 你大宣傳家已經是 在這一次的戰爭當中 看得很清楚了 可是你已經操作過頭了 譚德塞對你的指控 多麼的及時 多麼的反諷 對不對 我來念一遍 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平民死亡至少5萬人 那個還是少數 我覺得都不正確的數字 但難民是1100萬人 伊拉克戰爭 你美國非法侵略攻打伊拉克 2003年到2011年8年 平民死亡11萬到25萬 你說11萬 伊拉克人說25萬 但不管11萬25萬 你覺得這叫不叫種族滅絕 敘利亞光你射那個巡弋飛彈 三個小時你就把一個層次 給毀滅掉3000人 美國的國家廣播電台PBS 自己做報導 自己在檢討 夜門正在打的這個夜門 已經死了將近40萬人 是用你美國的武器 美國的代理戰爭 這些叫不叫種族滅絕 正在打 伊拉克阿富汗還在死亡 絕對的人道危機 對不對 你不顧那些 你把烏克蘭捧得這樣子 離個高 因為他們都是白人 沒有問題 因為可以理解 通種族的 但是你要把它變成種族滅絕 我覺得你把這個國際輿論 帶錯方向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就是喊出種族滅絕的人 恐怕都是離俄羅斯比較遠的人 你說英國 美國離個巴掌遠 我當然可以喊種族滅絕 我當然可以提供武器 因為這個天高皇帝遠 我不是在你旁邊當鄰居 現在除了這個波蘭 跟這個烏克蘭 像是這個美國的小弟 或是棋子一般 跟著喊打喊殺 其實現在在歐洲 其他比較獨立的這種各國 他們是比較不傾向 用這樣子比較敵對 這對立式的一種語言 讓這場戰爭持續的拉長 所以他們的其實軍援方面 也都是給一些 比較是防禦性的武器 或者是一些醫療的資源 就像是我們這邊看到的 這邊 就是其實包含了法國 德國 他們因為就在 緊鄰著這個歐洲這邊 就是在俄羅斯的附近 所以他們並不希望 這個爭端繼續下去 我們來問一下蔣君 對 他們不應該看戲 或者是加油添醋在那邊 因為這樣子 現在烏克蘭這陷陷於險境 現在就是說不要再給他們 給他們 所有給他們那麼多武器 他到時候是有武器 有火力 但是沒有兵力 目前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是在頓巴斯決戰要開始 是 換句話他現在在做整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馬力波 馬力波的殲滅戰 我們可以看到 馬力波也有馬力波的 亞素營還有烏克蘭的軍隊 出來有投降的都有 換句話要不然就殲滅戰 你殲滅戰的話 這個非死一定是死 你沒有死就是勝 你不是勝就是死 一定是這個樣子 前面戰就是一翻兩瞪眼 就是沒有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種模糊地帶 現在西方國家是 軍事上 他也給烏克蘭 你可以給這些重炮 流炮 還有火炮 還有裝甲車 還有武裝攻擊直升機 是攻勢的 他希望能攻勢 能夠通行烏克蘭 但是烏克蘭 他到最後打到最後面 他說沒有人 他的戰爭的損耗 戰耗一直要存在的 現在就是說 能夠讓戰爭盡量平息 因為盡量平息的話 最少我們不是說 因為少一些老百姓的死傷 而且現在烏克蘭很多軍人 包含在馬力波投降的亞素營 跟局部的烏克蘭的軍隊 他是重傷 他的蛋還沒有出來 他的蛋片在身體裡面 沒有醫生 他現在是重傷在那邊 都帶緣 是要給他醫療 給他醫生 給他藥品 趕快這樣子做後送 這人道救援 現在不是做人道譴責 趕快救這些老百姓 還有這些受傷者 他已經是投降了 這些俘虜 或者投降了 他需要的是醫療 現在他們是 火力一直增加給烏克蘭 然後在外交和國際上面 對 這個就是種族滅絕 給普林 給俄羅斯 感覺起來好像比較不同調 比方說英國 美國會這樣喊 然後給比較殺傷性的武器 可是你看像是歐洲這些的國家 他們是給一些 比方說個人防護的設備 防禦性的一個武器 因為其實這場戰爭持續拉長 只會讓難民更多 難民更多都會讓整個歐洲 可能整體的經濟或整體的 因為我們就在你隔壁 我沒有辦法避免 我不像是英國 美國 我好像我離得巴掌遠 沒有我的事 我可以這樣把這個戰端 繼續挑起對立 對 現在在不敢 以波蘭最多 在各國 尤其是東歐 總共有500萬的 烏克蘭難民 500萬 當然就是靠越境的 你包含波羅地亞小國 還有波蘭這最多 因為他最近 收納最多 當然跟宅仙所說的 包含英國或者是加拿大 他就遠 遠的話 他就跟你講影響就少 影響就少 講話就硬 其實我認為要投一個步調 大家看看 怎麼樣去幫這些平民百姓 畢竟軍人打仗是軍人的事情 老百姓不要牽涉到無辜 因為台灣畢竟是平民百姓 他不想參戰 他想要離開戰場 然後得到一個很好的 醫療上的照顧跟資源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決戰在即 頓巴斯決戰很清楚了 三百多輛的這種假車 裝甲車 騰客 都已經在那邊 列隊要從哈爾科夫 跟頓巴斯地區要進來 要南下 要烏冬會合了 就是頓巴斯決戰 非常的清楚 另外一個我們知道馬利波 馬利波現在整個被圍到那個地方 目前再加上有這些傷兵 還有投降的撤出來之後 剩下的最後面就是要做決戰 而且他們 由投降的這些烏克蘭的官兵 講得很清楚 他們已經沒有要了 而且他們連彈都快要沒有了 這樣子狀況之下 怎麼樣 他們要去幫助他 幫助他怎麼樣去撤出來 怎麼樣去物資送進去 藥品送進去 你如果是武力 你火力你們西方國家 願意幫他送 這是要冒險的 因為俄羅斯講過了 西方國家供應他武器 勢同宣戰 他如果是介入勢同宣戰 如果沒有介入 他的車隊他可以打 他的運捕的車隊 現在情報很清楚 上一次白俄羅斯的總統跟普廷 到東 我們叫遠東的太空發射場 就是發射衛星 發射衛星就是監控 烏克蘭西部 這個交通上面的這些運輸 他就是要監控 那監控再加上 潛伏在烏克蘭西部的 俄羅斯的諜報人員 一搭配 你怎麼要過來 上一次的話 我們叫利維夫 就是被攻擊 就是這樣子 他的車隊被攻擊 但是他是有選擇性的打擊 所以他到 從波蘭到基辅的火車沒有斷 他沒有去攻擊 所以我們知道 那些總理也好 總統包括 加上交省 英國的首相都走鐵運 將軍現在這個戰事 已經到了大概50天左右 對 因為現在其實等於說 人家已經說解讀為第二步驟 可能第二階段的一個作戰了 真的有可能演變成說 俄國將要動用核武嗎 因為這個是烏克蘭 放出來的消息 說他們已經得到消息說 這個可能俄羅斯 要用一種栽贓的方式 就說是這個烏克蘭怎麼樣 來轟炸他們自己的領土 然後他就要順理成章的 來動用核武 真的會這樣嗎 對 因為俄羅斯已經知道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可能要突擊他的核武設施 要突擊 對 因為在我們叫做 在蘇美地方 蘇美的東方就是 就在蘇美的東方 就是俄羅斯的核武發射場 他如果去突擊他的話 他說你如果突擊他 他曾經有講 動核武的四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他的核武受到破壞 受到威脅 他就動核武 是這一個 因為他已經收到諜報的這種消息了 大家都是搶話語權 而且他要動用核武 但是他有講說 他是要攻擊有核武設施 所以我準備 如果攻擊有核武設施 講過 第一條 核武設施受到破壞或威脅 他動用核武 所以兩個都互相搶話語權先講 也許講了會見光死 講了就變成破局了 會有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 俄羅斯那個 載明得很清楚 四個動武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核武設施 那在蘇梅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蘇梅這個地方 當初的時候交戰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現在俄羅斯有點 像後面調整部署 往這個像南境 烏東烏南的這個地方 頓巴斯下去 所以我們講到 會不會動用核武 就是看他有沒有去攻擊破壞 去爆破他的核武設施 如果是有這方面實際的行動 如果不是栽贓的話 那他會動核武 因為已經破壞他的核武設施了 他是用核武來打擊 可能打擊核武的重要城市 包含基辅或者其他重要的城市 他就要給他做攻擊 是 所以有這樣的消息出來 當然使得一些歐洲的國家更害怕 因為我就在你隔壁 你如果動核武的話 歐洲國家非常容易 就是直接遭受到波及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惠文哥看法 宅軒這個 所謂的火上交友 那個是趙立堅的 對 他只是放了習近平的頭 你知道錯在哪裡 不能用 因為習近平是不會輕易發言 你也很少看到習近平 都是有其他的這種趙立堅 外交部的去處理 就是外交部代為發言 那就不能放習近平的大頭 就變這樣子 那哲倫斯基的處理非常的出爐 他德國的總統上個禮拜才認錯 他說之前我對俄羅斯太友善了 他都跟大家認錯了 然後他想去烏克蘭訪問 哲倫斯基說 不歡迎 不歡迎你來 我希望肖茲來 肖茲當然不會去 肖茲去那德國就 現在這個北溪二號 它是一個天然氣公司 他的董事長叫施洛德 是梅克爾的前任總理 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肖茲也不能來 你們前任總理是北溪二號的董事長 那你也不要來 我不曉得烏克蘭這到底是 怎麼會這樣子 就等於有點 那哲倫有個部分 我們就看到哲倫斯基 各國這樣的連線 演講什麼 我懷疑哲倫斯基有大頭病 因為世界領袖是哲倫斯基 不是拜登 拜登就躲在美國 世界領袖是他 哲倫斯基你應該告訴大家 為什麼第五度的和談 在3月29 土耳其是談判的和談 為什麼流局了 因為3月29到現在也半個月了 你們那時候談的狀況是 俄羅斯跳票還是你跳票 還是兩邊都跳票 那為什麼談不下去 要講 而不是一天到晚要武器 觀眾朋友你要注意 329的和談 跟現在烏克蘭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你看拜登這種人講說 這個是種族滅絕 然後他還說 越來越清楚 證據越來越多 你們趕快拿出來 你不是說越來越清楚 你不是說證據越來越多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 你看美國的總統有多可笑 4月4號布查那個事情曝光之後 問他是不是種族滅絕 他說不是 昨天說是 還會變的 之前問你說不是 現在後來又說是 你是後知後覺嗎 哲倫斯基指控烏克蘭 被種族滅絕 你講了一個多月 拜登這一個多月你是在睡 對 你是種族滅絕 他還有人這樣子的嗎 至於剛剛宅宣傳 負荷的那些更是可笑 那你證據拿出來 他說種族滅絕 就種族滅絕 所以宅宣傳我的結論是這樣 第一個應該去問蔡總統 我們的外交部長說 美國很信任蔡總統 我不曉得蔡總統聽到這句話 心裡什麼感覺 美國很信任我 你是美國的小弟小妹 我想請問蔡總統 烏克蘭這個 遭受是不是種族滅絕 我想問蔡總統 第二個 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立法院罵國民黨立委 你為什麼不譴責俄羅斯 所以剛剛楊教授講得非常小心 你為什麼不譴責俄羅斯 對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楊教授講得非常的四平八穩 我想請問蘇貞昌 這個是種族滅絕嗎 我們除了我們的蔡總統 民黨這邊除了捐錢之外 你還會做什麼 還是你現在跟著美國做啦啦隊 跟著英國加拿大說 對 她是種族滅絕 對 我們來罵俄羅斯 這對事情有幫助嗎 莫名其妙 對 所以現在變成一個 好像世界各國我都得要表態 因為當拜登已經講出種族滅絕的時候 如果沒有跟著他同一個步調的話 恐怕就變成這個叫做俄國同路人 現在變成最新的這樣的名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拜拜 拜拜 我們當時有快樂 我們下水 在哪個邊 我們還 wszystk 我們肯定是頂上的 我們最後制約 我們親自主持人 在這裡 我們一起進行 Electronic